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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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您了 别打了 怪我都怪我 您要不然带我 我怪你有什么用丫头 我们好端端的一个家 全毁了 我去自首 我去找他自首 就说我骗了你们全家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这说不过去 爸 我跟晓鸥一起去自首 我就说 事实就是这样 听好了 都给我记住了 从现在开始 不要再自己做任何主张 遇着事情我们要好好商量 不要以为你们自首了 彭氏忠就能放过我们 你们的弟弟妹妹就不会受牵连 我现在说句难听的话 我们全家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马杖 我当爹的没有别的要求 我希望我的每一个孩子都不要有事 记住没有 不要自己再做任何主张 记清楚没有 哎 咳 咳 啊 溜冰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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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好 你这一日过你没过 快点 讨厌 瞎了眼了你 你 你扫手把脑袋抢扫啊你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给 我拿毛巾给你擦擦啊 我告诉你叶之火 我要倒了没 你小子也不好过 彭队长 之火他不是故意的 你快点别生气了 擦擦 之火 快给彭队长倒个气 你们家用的什么肥皂啊 这么好闻 你喜欢啊 我送给你一块 就是 上海风花的 怎么了 杀死进眼睛了 那 那刚才那小子那那那扫帚 那 那怎么办 你你帮我吹吹 你帮我吹吹 来来来 之火 之火 你叫他干吗呀 他来了还不帮我眼睛给戳瞎了呀 你帮我吹吹吹 你帮我吹吹 来 这 这 这 你不跟着 是 上面还是下面 上面上面 不是 下面 下面 到底是上面还是下面 上面 上面 快点 我吹了 我吹了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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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吹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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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儿子是个问题 他都这么大了 还要在家吃闲饭 我把话撂在这 他早晚给你闯出大祸来 我一定好好教育他 彭队长 我 我好好教育他 上梁不正 下梁歪 你想 你都是个老右派 你能教育好他 这么这么 下一批知青啊 我替你们家叶之火先报个名 彭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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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火年纪还小 他才十六岁啊 十六岁小个屁啊 我八岁的时候就上街要饭了 我养活我们一大家的人呢 彭队长 我们家老大已经去了西双版面了 我们家已经有了一个知青了呀 你们家三个孩子才一个知青 一个太少 两个不算多 就这么定了 彭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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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再考虑考虑 身份那么急着定吧 彭队长 这几盒火柴都给你 都给我 行不行啊 你们家做饭在边没有火柴啊 您家有的 有的 有的 多的是 来来来来 过这儿 那我上去给你们拿钱去 不用钱 不用钱 那我这儿就不客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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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你不想让你们家夜之火下乡 这几盒火柴交代不过去吧 被说真吹 如果你在中国还是你 你私想要我 老彭 爬姐 做了牢爪 给美花尝尝 火食不错 别人不疼 我自己还不尝尝我自己 好吃 您做的劳总好吃 比见面上好吃多了 甜 您刚下班 现在各个单位都在开追悼会 咱们厂一定忙着做酱糊了 还好 再忙也没有66年的几年忙 那是 那是 也不知道我回厂上班 他们还能不能分我事做 你不都抽调出来当官了吗 还回去上什么班啊 说不好 真说不好 像我这种芝麻绿豆大的小官 那还不是领导指到哪儿 我打到哪儿 老鹏 我一回家老赵都跟我说了 行 行 行 若说了 多亏是你 那要是别人就骂他谁了 唐姐 这话出去不能说 说句不好听的 我这叫包庇 我要跟你们全家一块倒霉的 知道 我知道 所以我特地过来谢谢你 我们全家谢谢你 嗨 唐姐 你看你这 你这是跟我客气什么 客气 我们彭家跟你们唐家什么关系啊 我爸抱着我满街要饭的时候 那还不是你们家 你妈特意把那些剩饭剩菜留给我们啊 要不然我早就饿死了 嗨 剩菜剩饭没什么 嗨 那个时候哪家吃饭不是抢啊 还有的上 那还不是你妈特意留给我们的 好人呐 哎 还有 我上江湖厂 还不是你爸帮的忙 我们俩家要是在客去了 那就真远了啊 那老鹏 我就跟你不客气了 就是今天这件事啊 全看你怎么处理了 家人跟小红车里俩孩子 包括我们一家人 哎呀真的全都指望你了 真的 唐姐你要这么一说 我后背就冒汗了 不是 今天我没抓你儿媳妇 那还说得过去 我没证据呀 但是呢 我又不能当这件事没有 我已经派人出去调查了 等消息一回来 万一他真是 放 这是我最怕的 到时候 我可真不好办了 不查不就没事了吗 唐姐 你这意思是 这事它是真的 老鹏爽快人 你要有什么想法 你就跟我说清楚 只要是我唐妙香能办的 我肯定给你办 唐姐 这事你还真在找老赵商量上呀 找他商量什么呀 老鹏啊 你要有什么话 跟我说清楚好不好 多说两个子 还掉一块肉啊 有样东西 是楼下 叶家的 老鹏怎么知道 老叶他们家那东西在咱们这儿啊 说的是啊 这事只有你我老叶三个人知道 这我他妈都没告诉我 他说他胆小 嘴也不紧 那 老叶自己跟老鹏说的 这不是老叶家的宝贝吗 这下干吗 让老鹏给惦记上了 老鹏 老鹏 早 我问你个事啊 老鹏 他怎么知道那个东西啊 什么你跟他说的 你怎么能把这个事跟他说呢 那些日子他天天省我天天省 我都快被他逼疯了 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就 那 你 现在怎么办 他在跟我要这个东西 那个东西跟我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不是 你这个什么话 这可是你父亲他 你别再给我提起那个人了 他一拍屁股跑到那儿想亲服了 把我们一家人扔在这儿 我跟他早就断绝关系了 千万别我再提起那个人 那你打算把这个东西 你现在怎么出来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老赵 你就别再害我了 这可是我 赵峰言你要再跟我说起一个字 我连你都不认得 这东西打开一次就受一次损 咱不看 爸 爸 叶家的东西 怎么会放在我们家呢 四九年叶老爷子去台湾 走之前把这个东西交给你爷爷保管 我想那个时候他一定决筝 用不了多久还能再回来吧 那那时候叶叔叔和他妈妈不是留在这边了吗 那为什么不把这东西留给他们呢 这只能说明叶老爷子 他相信放在你爷爷这儿更稳妥 二位老人之间的交情你也听说过 解放前叶老爷子开了几家药铺 有一家就在我们巷子口 我爷爷是他药铺里面的火箭 叶老爷子最信任的就是我爷爷 知道叶老爷子为什么这么信任你爷爷了 这里头是有原因的 打日本人那个时候叶老爷子逃去香港了 走之前啊 他就把一箱子值钱的东西交给你爷爷来保管 抗战胜利 叶老爷子回来了 到处打听你爷爷的下落 结果还是在一堆要饭的叫花子里边 把你爷爷给找着了 你爷爷带着他 到地里把那个大箱子就给挖出来了 里面的宝贝是一件都没少 战乱的时候啊 多苦多穷 你爷爷就没动过那箱子里边 一件东西的心思 连锁都没打开过 所以打那个以后 你们可想而知 叶老爷子对你爷爷是一种什么感情 那这么多年了 这东西怎么还不管个严家呢 这些年的形势 谁还敢把这东西往家里拿呀 你叶叔叔 又年年挨疲挨斗 他就更没这个胆子了 只好由我来替他保管 没想到 他最后还是没扛住 他怎么能把这个东西跟彭世忠交代 这次 您真的要把他交给姓彭的 小红啊 你 别太往心里去 现在我知道 彭世忠看上这个东西 不是一天两天了 就是没有你这件事 他也会找别的茬儿 来问我要这个东西 爸 这里头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一幅画 什么画 清明上河图 我说老赵啊 你是不着急啊 还是不怕死啊 非得让我主动来找你 我正想去找你 想 好 想吧 想吧 想过今晚 明天你就不用再想了 现行反革命是死罪 难有拉出去枪毙的 我全调查清楚了 全清楚了 你们家他爸不是叫纳怀民吗 解放以后他改了名字了 叫纳立新 你们家家人那媳妇 他也不叫李洪 他的真名叫纳洪 北京公安坐着火车 已经往我们这儿赶了 你北京公安都来人了 那你找我还有什么用啊 你看 你看 你急了吗 你急了吗 能不急吗 你别着急 我跟北京方面是这么说的 我说我手里控制了一个特闲分子 我让他们派人过来确认一下 我没跟他们说 你们赵家娶了这个儿媳妇 我也没说他住在你那个园艺处 我这些我都替你瞒着呢 老彭你要这么大喘气 你这得要了我的命啊 这么多年的老邻居了 我能不给你留点余地吗 那是那是 可是这件事可大可小 关键就看你怎么做 你再给我点明白一点 装 跟我装 没用啊 没什么可聊的 老邦 老邦 你看现在都没有外人 就咱们两个 直说吗 老邦 老邦 我是真得说你一句 你说 你说你这是何苦来呢 人家叶文祥老早就跟我招了 你还在这儿替人把嘴闭得那么严实 这么多年 我为什么就没查那件事 我为什么 第一 我总得给唐姐留点面子吧 第二 你是什么人 我心里可不清楚这儿吗 老实八教的 老好人一个 但是老赵 你得现在睁开了眼睛看看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你还惦记着你那个老东家的 那点小恩小惠 你还自个儿一个人在那儿 唱什么中军事主啊 什么封建老戏的那一桌 老邦 你不知道 这个东西它不是我的 是叶家托我来看管的 老赵 你急死我了 你真搞不清现在的状况吗 我跟你说 你自己说 是那个东西之前 还是你们全家老小的命之前 人家叶文祥自己 叶大公子自己 那个东西人家都不要了 人家怕惹一身骚 你还在人家那儿 替人家那儿死撑 撑什么撑啊你 撑什么撑啊 不是 这不是一个小事 你得让我有时间想一想 明天上 明天我一定给你一个答复 行 行 反正北京公安明天中午就到了 到时候我想帮你 我都不一定插得上手 行 我走了 他对门那姓彭的一直憋着坏 要抓小红卷去腰工营场 怎么现在要改主意了呢 改用这幅画 不会是耍什么心眼吧 他那点心眼 他就是想老把实惠的赚在手里 亏了他改了主意 要发财不要升官 孩子他爹 你明天打算怎么办呢 你想把手里那花交出去 不 你倒是说一句话呀 老婆说得也没错 那画是叶家的 可人家现在叶家 也不想要这幅画了 咱们在这还叫什么劲呢 我知道了 去哪儿呢 六段六段 六段六段 我说你还没有 来 还没错 我说你还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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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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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全部都说人家 没有人家 你还没错 他那没错 这不就是你 章狼 是章狼 都钻到我的鼻子里了 这跑哪儿 真是你说声 跟你说过了 别偷看人家 上次你长得真眼 一个多月才好 眼睛差点都瞎了 你好了伤疤忘了疼 是不是 怎么跟你老子说话呢 我老子我在外边 别人看着我都点头哈腰的 你屁都不敢放一个 小兔崽子 我 我妈不是乱打跑的吗 你敢打回去找我妈 你找她 她要是肯养你 我旁边倒着行 她现在死到哪儿去了 她是个鬼才知道的 你有本事你去找她 我告诉你 我还有一个女儿呢 我打死你 臭蟑螂 我打死你 坏不死我 我让你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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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啊 巷子口那个新民药店 在五六年以前 不叫新民药店 叫寄生堂 咱们的这条巷子 有一多半 都是叶家的 叶老爷子 他不光是东家 他还坐堂 看病开房子 叶老爷子自己也开玩笑说 他说我是杀父祭贫呢 遇着有钱人来看病的 他不怕多少钱 要是遇着穷人来看病 他通常会在方子上 写上一个免子 然后他们去抓药的时候 这些药费就都免了 他们那会儿啊 我记得还给这个穷人 准备了很多的这种 单方和土偏方 别看这些单方土偏方 它是既便宜 疗效又好 专门就是给穷人看病用 老话说 黄瓜上街 药铺大开 到每年春天的时候啊 各种疫病是最容易传染的 寄生糖就会熬上 一大缸子的这个汤药 一大早就放在药铺门口 让大家喝 这个药碗是必须要泡在 灰蒙羊水里头的 必须要拿那个竹瓢来舀 那个汤药 叶老爷子啊 每一年都要跟他的伙计 认真地叮嘱 不光叮嘱啊 他还要去亲自检查 这个药啊 一到下午就全喝完了 喝药的人不用交钱 领走的时候 说上两句感谢的话 店里上向下下的人都很开心 就好了 叶老爷子跟爷爷那个交情 你知道 所以他带我完全是带自己亲生儿子一样 他跟我说啊 秀才学医 隆里捉迹 要让我好好学文化 他还掏出钱来 让你们叶叔叔和我 一起去私塾念书 那后来你怎么没去药库学医 怎么搞上园医了呢 说来话长 叶老爷子 他曾经跟我说过的一句话 我永远也忘不了 现在我要告诉你 希望你有能永远的记住 他说 君子予于义 小人予于利 爸 我明白 明天我就和小红去派出所自首 我们一起想好怎么说了 不会连累弟弟妹妹 这个绝对不行 你必须得听我的 我已经有一个法子 明天你们就等我的消息 北京公安十二点余刻到 我还得接斋 对 我知道 时间紧 咱们谁也别绕 有话就直说 好 好 老朋友不明白 你拿着这个东西 它有什么用 因为你第一不能挂出来 第二不能卖 捏在手里就是个雷 你不还捏那么多年了吗 从你爸手里就捏着 是啊 这么多年我可犯愁了 你说我要还给老叶家 他又不收 真是愁死我了 挺好啊 我替你收着 我跟你说 我要当年不是因为答应了我爸 我跟他发过誓说 替他一定保管好这个东西 我早就撂条子了 但是人都是从爹娘的肚子里钻出来的 咱们再怎么呢 你不能对不住这两个人呢 不是 你说 说好了要直说直说 怎么现在又绕到娘肚子里去了 我的意思是 你要话不如要钱 好 好 这个意思比较正 很正 你接着往下说 接着往下说 接下去就听你的意思了 嗯 你给个数 你看我能不能扛得住 八百吧 还得一百斤粮票 全国粮票 八百加一百斤全国粮票 你把我卖了我也凑不出这数啊 这不是你让我说的吗 要不你说你说 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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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我二百五啊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啊 那是当什么话啊 那可 要不是现在外边卖不掉 我能出这个价钱 你好好说别急啊 我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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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赵方阳应该你急 我急什么呀 我急 我急 我 你求我不是我求你 明白吗 老鹏你是个领导 是吧 你要给我们群众定一个目标 那也得看我们实际条件行不行 我又不是孙悟空 哪跟你变那么多钱 还还还还良票 那七百 一分钱不能再少了 六百 你要再多了 我答应你 老唐他都不一定同意 还有一百斤粮票 全国的 啊 那么着 你写个欠条吧 啊 有一点还一点 我够体谅你们这一当群众的了吧 嗯 好 不行 我想起来了 如果我把你们家丫头放了 你要是不认账我该怎么办 你不是有欠条吗 欠条有个屁用啊 不行 这么着 这么着 你把你那画压在我这 什么时候等你把那个钱啊 和那个全国粮票啊 都付清了 我再把画还给你 不是 你拿着欠条你怕什么呀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 我这人你信不过 不行不行不行 我谁都不信 告诉你 这个条件绝对没得上了 那我也有个条件 钱一笔给你 完了你把那东西 和欠条黄 一笔给啊 啊 那我到哪年才能见到那些钱啊 老鹏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就没办法了 天要下雨娘要嫁 那孩子的事我真管不着了 你爱怎么办怎么办 你等会儿 哎呦我老赵你 九十九败都败了 你这一哆嗦你这 不是一笔负吗 对啊 行行行 不过得加个期限 两年吗 嗯 一年之内 你的钱要是还不清 那话就归我了 行 那我们就立个字句 把刚才所有说的内容 清清楚楚地写上 一个字句 对吧 不是 不知道我是文盲 你怎么写 还不就怎么适合 一个字句 我写 然后让你们家老儿念给你听 好吧 完了你再签字 这行 这行 彭志忠这三字 我还真问喜 就这么定了 哎呀 走 听着啊 嗯 你一个月工资四十五块 我一个月工资四十二块 加起来全部是八十七块 家人在农村每个月 要贴补十块钱 剩下咱们全家六口人 一个月光吃粮食 最少也要三十块 油盐酱醋酱菜 酱豆腐三块 买菜买肉十五块 水电房租再买煤 扣掉个五块钱 一年到头 孩子们长了个儿了 买了这双鞋 再做了一件衣服 还有生病打针吃药 这点钱你是省不掉的 对吧 不知道还从哪冒出 有花销呢 通通算在一起 走运的话 就只当花掉十块钱 这样算起来一个月 我最多存上十四块钱 我们全家现在的存款是七十四块 六百块减去七十四还差五百二十六块钱 除以每个月的能存下的十四块钱 算清楚了 我们得要攒上三十八个月才能还这笔债 还不包括一百斤两票 你别说赵方言 我是管家的啊 我能一分钱掰成两分钱花 可我没本事给你变出钱来 不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就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时间来不及了 北京公安中午就到 我问你东别打心 我的意思是 彭世忠本来要的是叶家的那份话 怎么你今天突然一回来就变了呢 这一下咱们俩可欠了老鹏家六百块钱 再加个一百斤两票 那那我也不能拿人家老叶家的话来 等我们家难的 要不是老爷自己主动交代 彭世忠哪会知道他有这么一幅画呀 人家老爷是爸爸的门 烫出的一坨交出去 你倒好 昨天晚上我就看出来 你过不来这个劲 这么大的事 你为什么就不时间跟我商量一下呢 你太不把我当回事了 赵方言 北京火车十二点一刻就到 reported 我去盲啊 他们都是他们在来回事 打至此 就何干我 我捧开 老二 老二 出来 出来 快快 进来 进来 老长 拿来 你先看看这个 赶快 给我念念 快 快 念念念 欠条 往下念 往下念 赵方元欠彭世忠 人民币六百元 全国粮票一百件 接着我呀 念念 待赵方元还清欠款时 彭世忠必须归还 化作还款期限为两年 余期不还 彭世忠可自行处理该化 两年之内 彭世忠不得自行买卖 或转送该化给其他人 不得回损该化 否则欠款作废 并赔偿赵方元 人民币六百元 全国粮票一百金 特立此自具为证 赵方元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 怎么 老赵 我 我还得赔你啊 这 你只要把这幅画 好好跟我看好 你什么都不用赔 就等着收钱 那我也 我欠你这么大一笔债 你让我心里也得踏实了 你念错没有 没错 看看 看看那张 跟这张是不是一模一样 是一样的 你看一下 我看了 是一样的 嗯 比 这火 还有 还有 这个更保险 你给我拿毛巾 我跟你说 这事跟谁都不可以说 要是说出去 我们几个谁都跑不了 要倒霉 一块倒霉 行了 老丈 来 你撒手 你轻点 你慢点 好 我该咽咽货了 你洗手卖花 洗了 昨天我连澡都洗了 我也来看看这什么清明什么图 慢点 慢点 你小心点 你要我的命啊你 我不要命 我要钱 好了 搁起来吧 爸 你不验了 我哪会咽什么话 我就会咽你赵叔叔 你看他急得那个样 假不了 假不了 你爸真是太贼了 好了 哥 谢谢 老二 进去 老赵 让你家儿媳妇赶快跑路 北京公安一到抓不着人 全是会查得更严 让他现在就跑 快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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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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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